学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零元入学 两周免费试听 这个随传笔记要给大家 还是放到那个 就是我们的那个班级资料 课程的那个 这个阶段的目录下了 首先呢这个网络编程 整个这个阶段的课程呢 是网络编程 所以说我们的重点呢 还是在这个编程这一块 后面能听到我应该 是吧 有声音哈 就是说 整个的重点还是编程这一块 但是这些基本的概念呢 大家还是要了解 一些最常见的 就是我们的首先是协议站 是吧 TCP IP协议了解一下 然后这些地址 对 Mac地址 IP地址 直网研码 端口 它们的作用 是吧 比如说这个TCP IP协议呢 是我们的 整个网络的协议站嘛 它来支撑着我们整个的上层的这个 数据的一个封装 是不是 对 那么 当然了这个TCP IP这个协议站呢 它是一个统层了 对 那么分解完了 它可以分解层 应用层 传输层 网络层 还有我们的链路层 或者叫做物理层 是吧 链路层 Mac层也行 对 反正就是4层 然后呢 就是说我们 这些地址 在我们整个通讯过程当中 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通讯的过程 其实就是要有 我们说三样数里面 就包括目的 圆 和长度 是不是 对 或者是目的 圆 和方法嘛 对 那么 这里面其实目的 和原址 都是他们的地址 所以说这个 最底层的地址 就是Mac地址 这个Mac地址 是跟网卡 一一对应的 我们说 一个网卡 它就有一个Mac地址 Mac地址呢 几乎所有的计算机系统里面 的Mac地址 都是可以修改的 虽然说我们网卡 在出厂的时候 它的那个 EFAN PROM里面 有一个固化的什么呢 Mac地址 但是呢 我们如果不设置的话 默认用的就是 那个Mac地址 默认用的 就是那个Mac地址 设置Mac地址的方法 我看昨天也讲了嘛 就是 就这个方法 是吧 对 ETH0后面跟一个HW Hardware 是不是 然后呢 ETHER 以太网 对 设置以太网的Mac地址 你设了之后呢 它就改了 这个Mac地址呢 它是用于寻找这个 目标网卡或者是网口的能力吧 网口的 你比如说我们的电脑 一般就是一个网卡 或者是两个网卡 那么比如对于我们的交换机 或路由器的话呢 你可以认为它有很多的网卡 基本上一个口 你可以认为它有一个网卡 在那里吧 但是呢 我们把那个叫 又叫软网卡 就是因为实际上它芯片没有说为每一个口去开设一个芯片 就是一个网卡芯片 它可能就一个芯片 但是它支持了很多的网口 对 那我们要到哪个网口 它每个网口 它都有一个IP 我们的数据到底到哪个地方去 IP地址是寻找主机的嘛 是不是这样的 我们说一台电脑里面是不是可能有多个主机啊 我们这里讲的主机不是我们的物理记号 实际上只是说系统 真的有啊 你是 你比如说你一台电脑里面是装两个问题系统啊 因为你有蓄意机嘛 是不是 有多个系统 所以说呢 我们的IP地址是寻找那个特定的系统 我们一般把叫主机 一个是寻找网卡 一个寻找主机的 然后呢 这个职网眼码 就是Netmask 它是用于划分什么 它是用于网络 划分网络 是不是 用于明确我们要通讯的这个对象 它呢 哪一部分是属于网段地址 或者叫做网 直网地址 哪一部分是属于主机地址 是这样吧 是属于地址 当然我们其实为什么要划分这个网段 其实这个道理也很简单 因为划分网段其实是提高了通讯的效率 你知道吗 就相当于我们把一些 我们做了一些很简单的分类 你比如说我们 如果说 比如说就拿我们前锋来举例 如果我们所有的班 都按统一的一套学号来编的话 就是把数号管理 是这样吧 每个班的情况是会变化 那我们就把它分成不同的班 每个班自己管自己 这样是不是就好管了呀 其实我们就可以认为 这一个班就是一个网段 是这样吧 隔壁班就是隔壁的网段 那如果这个不光是管理的问题 通讯效率也有问题 也有影响 是吧 比如说我去在一千个人里面去找一个人 或者从一百个人里面去找一个人 哪个效率更高啊 那肯定是一百个嘛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划分直网 划分网段 其实是一个是便于管理 一个是为了提高效率 提高通讯的效率 降低我们路由器 交换机的什么呢 工作压力 是不是 比如说每一个路由器负责什么 一个网段 而不是我一个路由器负责一大堆的主机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交换机的压力就会怎么样 就会很大 所以说我们平时这个在家里面 你买的那个无线路由 它的连接数量实际上是有限的 是这样吧 你说连这个二三十个可能它就已经太扛得住了 就已经就明显就很慢了 是不是这样子 但是有些时候呢 你去到一些这个商场啊公司啊 那你会发现大家都可以连这个无线无线 是这样吧 都是同一个WiFi同一个账号 那为什么它就工作的挺好 那叫企业级WiFi 有点有吧 它对它的这个路由的要求质量 要求会更好 它的这个接入量又会更大 就这个道理 所以说我们去划分直网和主机 其实是为了提高效率 端口的话呢 是当我们找到了一个系统 那我们这个系统里面 我们说有很多软件啊 我们有QQ 有非Q 有这个微信 是吧 对等等 所有你能够联网的这些软件 它都需要一个明确的地址 因为我们到达这个主机的 就是我们如果说麦克地址相同 IP地址相同 它这个数据包 就会送到你的计算机里面来 这个特定的系统里面来 但它到底把这个数据给哪一个程序 是从个什么来区分的呀 端口 从个端口来区分 而且端口的这个量还很大 而且我们说TCP和UDP 这种两种不同的传输 它端口是独立的 是这样吧 每一种端口的话呢 它是用两个短整形 无符号数来分配的 也就是最多可以到六万多个端口 是这样吧 六万多个端口 而且我们在通讯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明确的就是 你这个应用程序 你到底用的是哪个端口 你要明确 因为你决定了你用哪个端口 别人就不用你知道吗 所以说我们就 那我有时候就是说有些端口 比如说是非常使用 频率非常高的 或者有些应用程序 用的频率非常高 比如说什么呢 我们的SSH 知道吧 它就形成一种远程登录的 这样一种网络的服务 这种服务用的特别频繁 所以说人们就把它强制规定为 22号端口 不要再变了 甚至大家都知道 比如说我们上网 榴弹网页 它这个网站的这个 叫做web服务器的端口 是80 这个呢 我们定好了之后 也不要去变了 所以我们每次在上网的时候 也不用去特意输入一个什么 端口号 自动默认就定位到什么 80端口 还有我们昨天讲的 飞秋是225 是不是 还有我们今天讲的 tp是69 这些都是规定好的 所以说呢 我们一般情况 对于这几万个端口 我们要求是在 0到1023 这1024个端口 我们把它叫知名端口 什么叫知名呢 就是我们规划好的 就是我们约定好的 尽量不要去用 就是你作为普通用户 去开启一个应用程序 你可以选择1024之后的 尽量不要只采用之前的 避免于我们系统里面 在后台运营的一些 其他的知名的端口给冲突了 是不是 或者这些进程给冲突了 那么端口呢 我们说这个其实 非常非常重要 你去越到后面 你会发现 包括我们 两台主机 通过公网 来通讯的时候 他们其实也会设计到 一些端口的一些 动拍映射啊 这样的一些 规则在里面 才能保证我们 两个相隔千里的用户 能够点对点的通信 也是跟这个端口 有一定的关系啊 对 而且这个端口的话呢 理论上一个端口呢 就用一个端口 你这个应用程用一个啊 但是呢 也有时候呢 它会一个端口 用多个 也有可能一个端口 被多个端口用 导致这种端口的复用 那么也是可以的 但是一定要记住 就是说 在同一空间 同一时间 它的端口呢 是被一个进程章用的 能复吧 而不能同时用 剩下的话呢 就是我们讲到了 这个数据的报纹 我们把这个包 就叫报纹 这个报纹呢 其实我给大家 总结了一个文档嘛 就是我们的这个 Excel 是不是 所以大家没事了 就看一看这个啊 这个报纹的话呢 是这样子 就是说 因为它以 当然大部分 我们都需要掌握 了解它的每一个 报纹里面的 每个字段的意义 小部分呢 可能你 就是说 就是说 像什么 多余的选项啊 还有包括一些什么 偏偏移啊 这些可能相对 要关注的少一点 但是大家也可以去看 总之就是 把这些 报纹里面的 各种字段呢 还是要了解一下哈 大致的作用 因为它整个的协议 呃 传输层常用的 就是TCPU UDP 呃 也是用的最多的 很多的应用层的 协议呢 也就是基于什么呢 这两种 传输层的协议 去做的二次开发嘛 是这样吗 所以我们了解一下 它的这个 协议哈 这个 当然这个报纹的话呢 其实 呃 约定的 还是比较严密的 就是说 你比如说我们的 麦地址 就麦克层啊 或者叫数据链路层 它这个呢 一共是 十四个字节 十四个字节 基本上 不会变化 不会有 不会有变化的 等你也往 十二个字节的 目的和原麦克 再加两个字节的什么呢 啊 两个字节的网络层的协议 类型 是不是 这个基本上就不会有什么变化了 永远永远都是这么多 啊 然后呢 那像IP层的话呢 一般是二十个字节 啊 一般是二十个字节 除非多出选上来 否则也没有太大变化 而且这二十个字节的每个字段的意义呢 也都比较明确 其实啊 对 而且包括我们的什么呢 这个呃 TCP 也是我们的传输层 这个好像是多少个 一二三四五六 应该也差不多是二十吧 TCP这一块 选项一般用的少一些 啊 也是主要主要是二十 啊 然后呢 就是我们的 真载贺 我们把后面 比如说数据 data之后的 我们把叫真载贺 也把叫应用成的东西了 啊 就是一帧数据里面的负载部分 是这样吧 负载部分 所以说我们这个一个一个报文里面的话呢 这个是十四二十二十加二十就是四十 四十加十四的话呢 就是什么 就是五十四啊 那就是最起码的话呢 就是最少最少的话呢 五十四个字节 这里面呢 有一个这里有一个那个什么啊 就说 嗯 这个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啊 我们看下面这个以太网这个就可以 802.11它是属于什么 802.11是属于无线的 802.2和802.3是属于什么的 是属于有线是吧 所以就是属于802的这一系列的协议嘛 11是属于无线的 WiFi 802.2.3的话是属于这个有线 所以说呢 这个我们看有线这一块的话呢 呃 它的这个 呃 除了这个Mac 原目的和协议 还有这个最终还有个CRC哈 中间这一部分呢 叫做数据载货 那这个数据载货呢 就是包含了 那就包含了 这 这三部分 这三部分 那就是这个20加20就是40 然后呢还有 还有640 然后这里是46嘛 那也就是说你的这个数据这一部分 怎么着得要有六个字节是吧 最小的一个最小的一个包的长度 最小的载货是46 然后再加上我们前面这12就是多好了 啊 不 14 14 就多好了 就是60是吧 是不是就60啊 然后再加上这四个字节的教练 那就多好 好 所以说我们最后就结论就是说 就是64个字节呢 是我们一帧数据的什么 最小的最小长度 对就64个字节啊 下面也有64个字节 就我们要传 我们通过有限去传输包数据里面 最小的长度就有64个字节 就是应用程序里面最少是六个字节吧 对 你应用程序里面哪怕只有一个字节 他最后还是64个字节 他不够他也把它填够 嗯 他有一些未填充什么之类的 好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报纹这一部分 那么还有拆检组装呢 这个其实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整个的数据 呃 嗯 在收发的过程当中 他的基本流程呢就是什么 就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主包 和主包发送和拆包接收的过程啊 因为对于上层来说 他只要的是那个什么呢 那个原始数据 发的这个数据 他只要这个 协议的话呢在协议站里面去处理 好了 这就是他的一个基本的过程啊 那么我们开发的话呢 一般主要是两方面的开发 一方面呢是扣端的 一方面呢就是服务器的 啊就是服务器的 其实我们这种CS架构 是扣端服务器哈 那我们这个BS架构呢 其实它也是扣端服务器 只是说BS架构的扣端呢 它是一个什么 浏览器 不是浏览器而已 浏览器也是一个多端 是浏览器是一个比较 比较应该说是功能比较强大的 一个什么客户端而已 那你明白吗 不像我们自己写的一个很简单的客户端 功能比较强大 所以总之呢就是我们整个网络开发 所以接下来你就要记住 我们编程其实主要是针对两 两侧的编程 一个是客户这一端 一个是服务器那一端 服务器那一端 而且他们这个 都有各自明确的这个地位 比如说服务器 它永远都是被动的 比如说服务器 它在机房里面呢 它永远都怎么样 都不会主动去询问这些客户端的 因为他不知道客户端的IP 核弯口 但是我们的客户端是知道什么 知道服务器的 所以这个要搞清楚 所以我们所有的通讯 所以你看我们登QQ也是一样的 对 我们聊天也是一样的 我们聊天的第一步 实际上登上这个QQ 实际上所谓登录QQQ啊 就是在干嘛 就是在连服务器啊 然后他也要深刻刻 他也要连服务器 只有你俩同时连上服务器 你俩想想想想怎么样 才能了解 才能服务器 因为你俩的通讯是通过什么 服务器来完成的 对 今天早上还听那个新闻里面讲 这个今年过春节的时候 百度发了9亿红包 是吧 9亿 9亿人民币红包 那么9亿红包里面 据说最少的 差不多 大部分都是抢到29块钱嘛 20块一毛9 是不是 多的人又抢到80块钱 很多广告 是吧 很多东西 然后人家就问了这个 这个百度这一波 导流 就是 导流就是 就是 是否成功 是不是 啊 然后呢 就是 网上有黑百度的 就是说 百度的服务器 没有当机 说明了 也不知道 是不是 啊 因为百度的服务器 做的一直不太好 啊 所以说很多用这个 云服务的话呢 都选择 什么 R20 都选择R20 啊 甚至可能用 用一些 用腾讯的粉 都比百度的强 是不是 对 这就说明我们服务器的话呢 它其实要处理的这个 连接是很多的 啊 而且对服务器的这个 性能要求也比较大 OK 所以说我们后面的这个开发呢 主要是两块 一个是服务器的 扣端的 你只是写了一个扣端 没有用 整理了吧 俩扣端之间是不能通信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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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